之前我一直不理解啥是内卷 我说啥是内卷 有一次我彻底明白了 我在我家楼下 看见两个阿姨在遛狗 一个阿姨对狗说坐 那狗咔坐下来了 另一个阿姨对她狗说 sit 那狗咔也坐下来了 我看见第一只要回家学英语的狗 我一次就理解了什么是内卷 就第一只眼神 那个狗的眼神都不是哀怨 是不挤 大家都是狗 你这是干啥呢 后来后来 我真的我就在想内卷的事 我就想内卷的事 我就在想说 是不是很早之前 鹦鹉是不用学人说话的 你看呀 就是有只鸟嘚瑟 想要自我实现 可能说你好你好 她以为人类听完的反应是 这只鹦鹉真的是生物学的奇迹啊 其实人类的反应是 这只会说 那其他的应该也会说 一旦卷起来 都不需要人做啥 鹦鹉说人话 就出现了鸟传鸟的现象 当鹦鹉习习惯了 天天得说你好的时候 又这鹦鹉跑出来说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你知道其他鹦鹉 看到它有多崩溃吗 对着这只鹦鹉就骂 就你会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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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鹦鹉已经到什么地步了 我前段时间看视频 有会说北京话的 有会说河南话的 还有会学狗叫的 我说你学这话人干啥 我看那个鹦鹉 一会儿对着人说人话 一会儿对着狗汪汪汪汪 给它忙的 我说你是给它俩当翻译呢 我在想说 是不是有些动物 有特殊能力 但是人家不展示 因为人家聪明 而自为聪明的动物 活得最累 你看看那个猴 总被人翻跟头 什么骑轻车 还数数 我看过一个视频 问的猴说 2加3猴子 5 5加5 10 看他那个认真的样子 感觉他以为 我们人类真的不会算数 他就以为 哎呀 你们人类要是没有我 怎么办呀 就觉得哎呀 谁让我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呢 旁边还有老猴子 教育小猴子 哎呀你也应 像他要好好学习 长大你也要去北京动物园 有人说 你说了半天 你有啥好办法 我没有办法 对吧 你们看我这个行为 通过讲一个 讽刺内卷的段子 目的是赢得一个 非常内卷比赛的胜利 无论我赢我输 其实都是内卷的胜利 当然我也给我这个行为 起了个名字 叫墨比乌斯卷 抖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